自从张教官曝光巴黎长荣桂冠酒店检国旗事件以来 从刚开始的民间抵制再到官媒发声 再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表态 虽然8月15日以长荣桂冠酒店名义发布致歉声明 但此事对于长荣在大陆的负面影响一直在持续发酵而未平息 特别是某位华人特意在巴黎长荣桂冠酒店门口 践踏五星红旗的影片曝光 更是让大陆人对于长荣的怒火再次爆发 8月23日 台湾长荣通过台湾媒体在以长荣集团名义发表声明 针对近日巴黎桂冠酒店在奥运期间的相关不值衍生争议 进而影响两岸人民情感疑似 长荣集团表示 对于旗下酒店引发之风波表达歉意 并会加强员工之教育训练 避免再发生类似情况 长荣集团认同九二共识及反对台独 集团创办人继总裁张荣发先生 生前对于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不遗余力 是促进两岸三通的推手 他也认为九二共识及反对台独才是两岸对话的基础 其诚表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台湾独立势必会导致两岸关系动荡 强调百姓生活安定才是最重要的 2016年张总裁辞世以来 长荣集团一直遵循极弱石塔老人家两岸关系的理念 因为唯有建构和平、稳定、和谐的两岸关系 才能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安定无余的生活 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张总裁也曾于2008年汶川地震 及2013年雅安地震 捐赠美金1000万元元件多所希望小学及卫生院等工程 并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设立清函助学金 大陆经济的快速崛起 对于跨国企业在产业布局上是不可或缺的一块 长荣虽为本土企业 但也要布局全球 因此近年来 长荣还运订造新船适于地中海航院 马斯基、达菲等世界顶尖船公司一样 选择在中国大陆、日本及韩国这三个造船技术名列前茅的国家定造 尤其是中国大陆的造船技术已经和其他二个国家并驾齐驱 甚至有后来居上的态势 目前长荣海运在大陆定造的船舶已超过40艘 下月6日就有一艘世界最大24000TEU的船舶 在大陆互动中华船厂交船 近日张荣发文教基金会赞助在基隆举办170年的基隆中原季活动 此活动起源于1855年张全泄斗 双方史上众多和由张全地方人士出面调解 窃逗冲突中于平息 取代以自信人质族谱 超度普世孤魂幽灵 以血缘代替地狱观念 以赛阵头来代替打破头的肉席 达成社会和谐 共存共荣的大同世界 此活动的渊源代表两岸确实同文同种 同属于中华民族 是无法切断的血缘 两岸关系的发展也应该要用这样悲天悯人的情怀 避免动荡发生 让人民可以免于恐惧 从这份声明里 我们看到几点 首先 15日的致歉声明 是以长荣桂冠酒店名义发布 而这次是以长荣集团名义发布的 除了以更高层级表明致歉的诚意 也代表了大陆这波抵制浪潮 不仅让长荣桂冠酒店业务受到冲击 长荣集团旗下的海运及航空业务 也已经受到波及和伤害 其次 这份声明首先就是表明了长荣集团的政治立场 也就是认同九二共事和反台独的立场 这对于大陆政府和民众而言是最为重要的 因为在此之前 长荣的绿色背景成为大陆民间讨伐的主要攻击点 对其两岸问题上的暧昧态度 让大陆极其不满 所以 这份声明里 旗帜鲜明的表态 可以稍微平息大陆人的怒火 另外 除了继续表达长荣对于大陆多年的慈善之捐 更是澄清了长荣海运之前网传的 只订购韩国日本船只的谣言 表明也有向大陆船厂订购的事实 最后 用赞助基隆中原记来表达其希望两岸 以血缘代替地域观念 达成社会和谐与大同世界的愿望 避免动荡发生 让人民可以免于恐惧的需求 总的来说 这份长荣集团的声明 比起15日长荣桂冠酒店的那份 要好很多 但是因此是否就可以彻底平息大陆人 因为简国旗事件而对长荣的负面情绪呢 我觉得 还需要时间的慢慢消融 你觉得呢 是否会有什么东西 就是这样的 对长荣尤 这份长荣尤 也不是这样的 有什么东西 是广告的 有什么东西 不词 不词